大家新風秀美食團 星期六的大家新風秀就有美食團 就在琉璃街上的上海弄堂 他原來是帶我去吃上海菜肉雲吞 因為我是上海仔 菜肉雲吞是源自上海的 鮮香雲吞才來自廣東 所以適合你,開剩你拿飯 那值得好不好吃 雖然我自己會做,不是很繁複 但真的要攪拌你很久 去到那裡,叫了一碗菜肉雲吞 我一吃下去,真的是那種味道 有很多種不同的菜肉雲吞 例如用白菜做,用韭菜做 你吃的是哪種類型 首先講講上海雲吞的餡料 就是用小糖菜和豬肉 一比一的比例 我爸爸教我的時候 做上海雲吞很簡單 就是一個醃料 只要有糖、鹽、胡椒粉、芝麻油、豉油 但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你一定要加 你要那粒雲吞好吃 這東西必須要加 是不是生粉 不是 生抽 不是,跟粉字有關係 叫雞粉 雞粉 即是入味一點 秘訣其實就是在那裡 至於上海雲吞那一口湯 其實簡單到不得了 怎樣做 湯就是滾水、生抽、鹽、胡椒粉 就是這麼簡單 最重要是清 清 清 其實那碗就是豉油水 但我覺得一定要加胡椒粉 是胡椒粉才能帶到那陣味 可能是小糖菜加豬肉的關係 那你在那間店裡吃不吃到這個風味 我就是吃到那陣味 我不懂得用言語去形容那陣味 但上海雲吞就是要那陣菜 因為在上海有一間麵館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叫蒼郎亭 在上海或國內地方都有分店 也挺有名的 因為它是上海的一間滷麵家 所以那陣菜是上海陣菜 那天我在上海農堂 真的能吃到這一陣味 另外就是它的烤枯 烤枯的甜味是做得剛剛好 還有我想說烤枯怎樣才會做得好吃 那塊烤枯不是要切的 是一定要用手撕的 其實烤枯是什麼 麵筋 麵筋 而我在上海農堂吃那塊 你看到的那些邊位是不整齊 一定是手撕 我不知道為什麼手撕是否更入味 那時候有May姐做主菜的時候 她也有說要撕那些汁才會容易吸進去 所以我也覺得是手 我有看電視 我爸爸那時候也是教我 我爸爸那時候也是教我 手撕是會比較好吃的 我真的看到很多地方 它是很正方形一塊 那些擺明切的 真的沒有那麼入味 好了 我首先說為什麼要這個上海農堂吃 因為它確實可以帶給我那股上海味 還有我覺得它所有東西都做得挺綺麗 挺乾淨 其實上海雲吞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口油 那口是什麼油呢 那口是豬油 但是我發現它那碗上海雲吞 一來那粒雲吞做得比較小 二來我發現它真的沒有那口豬油 在這裏 感谢观看